基北北陶环保交流合作平台在第四次会议达成共识 将建议中央修法,进一步从源头管制 降低汽车改装排气管噪音扰宁情形 台北市环保局近年来加强取缔噪音车辆 已经在12个行政区设置20套固定式声音照相系统 并搭配移动式系统机动执法,加强机查取缔作业 而为了迈向净零排放 北市府也推动多元城市创电及分散式发电 例如高架桥隔音墙设置光电供清洁队使用 供测导入彩色太阳光电,创电兼顾美化 以及透过一亿元住宅社区创能补助发展能源转型社区案例 提供各线市参考,希望能达成以人为本的能源正义 这次会议也展现废弃物处理及区化 环境维护及机查,河川流域管制 海洋污染改善,空气品质及噪音防治的执行成果 鸡北北桃将持续加强跨域合作及交流 吸收守护共同生活圈民众的生活品质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不到